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盆栽石榴树 盆栽石榴树无论是土壤还是养分都是比较有限的 所以在养护的过程中我们要经过人工给它辅助一些养分 才能满足生长需求 尤其是进入了生长旺盛期 也就是它萌发新芽的时候 给它适用的养分最好就是以氮肥为主 也就是像这种氮肥 20天给它适用一次 这样就能促使蜘蛛快速的长出更多的新芽 而且又可以增加光合作用 使蜘蛛的叶片更加脆立 使用这种氮肥的话非常简单 可以直接的浅埋到盆土里面 也可以给它湿湿水一比一千 非常容易水一次性给它浇透薄肥勤湿 也可以用这些肥水喷发页面 通过气孔湿收也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在这个四月份我们给它湿用了氮肥之后 进入五月份就是它的花期 施肥的量我们就要给它减少一半 等到七月份这个枝条成熟了果实逐渐的庞大了 我们就以磷甲肥为主 就是这种磷酸二氢甲 再结合一点少量的氮肥 这样既可以促进生长 又可以补充磷甲肥能够让它花芽分化的更多 虽然这种氮肥好但是我们给它试用了两次之后就以有机肥为主 我们最常用到的有机肥就是这种发酵腐朔好的芝麻饼肥 所含的大铃甲严肃非常丰富 而且有机肥70% 有机肥多了就会分解出腐机肥 促使土壤团粒结构形成 让整个脊柱长得更加旺盛 还有一点就是由于进入四月份 气温继续地回暖 各种虫害非常活跃 我们要做好预防避免这些新的枝条被一些虫害 啃食滋液导致出现干枯死亡的现象 那么我们预防虫害的话 一般都是给它使用这种肤虫胺小白药 这种小白药它是一种类似型的 使用方法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在盆面给它撒上一勺 最有效的防止一些虫害发生 如果使用了土壤瓶级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些有机肥做机肥 也就是像这种芝麻饼肥 把它浅埋到盆土 或者是更换盆土的时候 给它用上这一种做底肥 盆土就会疏松透去肥沃 好了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